外国游客拿着空拍机 想要拍摄泰鲁阁美景 只是机器都还没准备好就被制止 因为想在国家公园内空拍 得事先申请 不过违反规定的不止这个 民众指出这八个人浩浩荡荡走出洞穴 因为泰鲁阁国家公园的长春祠步道 从今年七月就封闭到现在 但游客不顾规定擅闯步道的行为 许多人看了直呼危险 泰管署表示长春祠步道 因落实意外封闭施工 边坡防护工作已经将近完成 等待验收通过后就可开放 不过步道内仍是工地状态 呼吁游客不可善入以策安全 并强调若违反规定 最高可开罚三千元 之前有落实的风险 也有那个受伤的意外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是封闭 然后是在做那个防护的工程 那我们公告的那个禁止 进入的区域 那请大家务必配合 我来过很多次 里面路很滑 尤其雨天色有青苔 那今天虽然天气好 但是船具就是不应该的 泰管署表示长春祠曾在1980年和1987年 发生两次大规模摊坊 封闭维修长达十年之久 没想到今年十月又遇上豪雨侵袭 导致地层更不稳 泰管处避免摊坊酿成意外 封闭步道三个月 预计明年一月才会对外开放 民众想看美景还是得遵守规定 否则意外发生就来不及了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